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有一位睡眠大师 Alan Hobson 他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睡眠呢 其实你可以用三个方面来了解 就像我们过去在说 明有明智明想一样 他的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说 睡眠的三脑主义 原来睡眠是脑友 脑智 脑响 有些科学家们非常有趣 他们找了一群成年人来做试验 这群成年人都是睡眠都还不错的人 就让他带一些睡眠的手环 有一群人不管他的睡眠手环 量出来是好是坏 每天早上就是跟他讲 你其实昨天早上睡得不错 那更有另一群人 不管他睡得好跟坏 早上得到的答案就是 你睡得不好 要注意 很好玩的是才经过几天 一两个礼拜的一个 这样的实验场域 每天被提醒说自己睡得好的人 不但自己觉得睡眠很棒 甚至觉得白天精神好 连做实际的测验都发现 他们的一些认知功能是有进步的 反过来 被常常提醒说睡眠不好的人 真的睡眠就是心想事成越睡越差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睡眠其实是被大脑所拥有 被大脑所定义而不在乎这些外在的活动等等的 当然我们就可以顺理常常了解睡眠其实是被大脑所管理的 这个年代里面因为一些新冠疫情的发展 在国外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新冠失眠 很明显的是因为大脑感受到外在的压力 外在的一些冲击 而影响了我们的睡眠 这也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睡眠里面 会常常提到跟人的情绪 跟人的认知 跟人的大脑的运作有关系 过去的研究发现 其实睡眠最重要的一个供应器官是我们的大脑 不管如何我们大脑在白天非常忙碌地运作 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大脑的下水道就会开启 把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抬出去 当我们把一个健康的人 做一个睡眠剥夺的情况 让他前一个晚上不要睡之后呢 惊讶的是只要经过一个晚上 大脑里面的这些代谢物 这些废弃的蛋白质就会堆积增加 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 所谓的阿兹海默症 它是大脑里面这些代谢过的 不要的蛋白质堆积之后造成一个影响的结果 最好的方式呢 在你开始担心自己的睡眠有问题之前呢 可以先做一个睡眠的记录 每天早上起来 稍微记录一下 昨天几点上床 多久以后睡着 半夜有没有起来 起来几次多久的时间 今天早上起来是几点 起来之后精神如何 另外在每天睡觉前呢 我们也稍微记录一下 今天白天的精神状况如何 还有包括自己的白天有没有睡觉 这样的习惯 我们过去很有趣的发现呢 往往有些对睡眠很在意很困扰的人呢 就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哦原来我每天晚上喜欢喝一杯浓浓的咖啡 在记录上我就发现 只要喝了咖啡的那个晚上 其实我就睡不着 世界睡眠组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会 它在整理一些专家的文献之后 其实在几年前 它有一个文宣的作品叫做好眠食招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规律的就寝跟起床时间 我们并不是在当兵 或是在做什么严格的一个训练 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的 睡觉的时间跟起床的时间 不要每天误差非常大 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知道睡眠是一个定量 就像很多人严格在控制自己的体重 不会暴饮暴食 每天吃饭 甚至摄取的热量的卡路里 都要经过计算 可是往往我们不会把这样的一个 正视跟重视放在我们的睡眠当中 再来是睡眠的环境 现代人很讲究 这个生活的情绪生活的环境 但很特别的我们发现说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睡眠环境没有那么的在意 也许把卧室弄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浪漫 但是真正在睡觉当中重要的是 你的床垫软硬适中吗 你的床垫长短适中吗 那你是不是有足够保暖的寝聚或舒服的寝聚 那是不是让你的卧室是保持良好的通风 几年前台湾睡眠学学会在热心的朋友赞助下 我们成立了一个公益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希望定期提供给大家 正确而及时的睡眠资讯 那当时大家在思考 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网站的名称的时候 有人提到说 我们应该叫做睡眠321 什么叫睡眠321呢 第一个 我们至少留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给睡眠 让自己有个充足的睡眠 第二个重视睡眠的身心两面相 最后呢 睡眠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经营的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是可以全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 彼此分享愉快的事情 然后带着家人的温暖跟甜美入睡 祝福大家睡睡平安身心健康 我是李信千医师 谢谢